巴西臭雞蛋破案沒有嗎 沒有 沒有破案嘛 光電破案的沒有嗎 沒有 巴巴槍破案的沒有嗎 沒有 都沒有嘛 那這個人對老百姓交代嗎 有一個人是必須要被動手的對象嘛 那個人就是柯文哲嘛 因為柯文哲是假貨嘛 那賴清德的重新讓民進黨 插亮這個招牌的機會 就是這一次 找這個法務部長 來好好的整頓台灣的政治風氣 好 董事長 你說這一張照片 你要特別注意到 你對賴清德有一點你的熟悉 賴清德這一張照片 非常能夠展現他個人的特色 還有剛剛這個郁峰講的 他是司法一條片 從法務部長 北檢 所有都在掌控裡面 也就是在整個內閣名單裡面 內閣名單裡面 真的可以講都是賴系人馬的 就是司法人員了 美國有一本書講 就是美國總統的第100天 就是在三個月當中就看出來 你整個的開局的成敗 這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請問你現在目前的這個國家的 艱難的情況跟我們外在環境 還有美國選舉嘛 11月份美國選舉嘛 那整個情況之下 他這個開局怎麼開 我們從整個算起來 外交上會有突破嗎 不會 兩岸會有突破嗎 不難 然後這個經濟有重大突破嗎 很難 好 都不可能 那問題 民進黨有一個非常重非常重的包袱 什麼包袱 就是在九合一選舉的時候為什麼大敗 很簡單的道理啊 就貪腐啊 就是整個貪腐嘛 民進黨的腐敗造成了 蔡英文政府的最後的九合一選舉的大敗 難怪賴清德當時要到台南就說 站起來 站起來 市長你跟我站起來 對啊 全部都在道歉嘛 都在道歉嘛 所以台南說的事情全部抄到底嘛 沒得跟你客氣了嘛 如果今天他不把民進黨內部的 有所謂的有腐敗的部分 有骯髒的部分清乾淨的話 他這個總統幹不下去嘛 而這個事情同樣有問題 如果不怕根本解決掉的話 他想要連任的可能性也不可能嘛 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講不客氣的 還是他們新潮流自己的問題嘛 所以今天這個情況之下 那他怎麼辦 所以他跟新潮流目前的關係 也不是非常的 這個在這個 也不是非常的這個 愉快的情況之下嘛 換言之講他知道民進黨問題 之所在在哪裡嘛 那必須要不管是掃黑 或是掃貪腐 都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嘛 所以他要司法檢調在手上 他本來就在手上 但是一定是用 你看他當時在中常會 不願意逼著黃成國 不能過去開會嘛 對 所以他對這個所謂的防黑條款 在立法院內強行通過 沒錯 根本是違憲的防黑條款 不是 剛才逼著陳志忠不能參選 陳志忠不能參選 然後一大堆人不能參選 所有現在台灣的大概在 各鄉鎮的市民代表主席 這個層級的 尤其是有一些所謂的 兄弟背景的人 大部分在下一屆通通不能參選 我所知道的地方議會的議長 可能有近半數 下一屆都不能參選了 那他接下來會怎麼做 而且在明天這個角色有這麼重要嗎 這很簡單 他是貫徹他的意志很重要嘛 今天你要依法審判 依法起訴就可以了 也不知道你幹什麼 因為台灣是個法治社會 你每個案子拿起來的話 媒體會檢視你啊 也不是說你今天一個 一個法務部長 你能夠胡作非為 你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們每天在這邊看著你幹嘛 對不對 但是今天以賴清德的 整個政治的方向 跟他的表現來講的話 要能夠讓台灣人 重新讓他建立起民進黨的形象 跟他拿 不要忘記他只有40%的選票 40%的選票 我還是好奇說 那他今天找了證明簽跟不找證明簽 找這個證明簽有這麼特別 不然你根本要不自拔鎖呢 不 這個是很簡單一個道理 我問你 用自己人對不對 當然對啊 那就對了嘛 我總不能用陌生人嘛 所以我用自己人嘛 所以很多人說 這個都是你們自己人 都是你們派 不然我用誰 我去用國民黨 用共產黨 當然是用自己人嘛 可是這名簽真的可以讓他充費信任嗎 我不了解這個人 我又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賴清德敢讓他當法務部長 敢去動到北檢的人士的一條邊下來的話 我只能講一句話 從我做民調的眼光來看的話 從過去兩三年跟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 花了8400億的這個所謂的錢債預算 花了8000多億的 8800億的疫苗 防疫預算 花了一兩兆的錢 結果落到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落到一個貪腐的結果嘛 搞到到今天為止我請問你 8000臭雞蛋破案沒有嗎 沒有 沒有破案嘛 光電破案的沒有嗎 沒有 88槍破案的沒有嗎 沒有 都沒有嘛 那這個人對老百姓交代嗎 賴清德能夠躲過下一次的選舉嗎 不能嗎 你現在不清乾淨 這是他的碰巧嗎 你不清乾淨下次就來了嘛 這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不可能嘛 所以他清廉一定是他必須要堅持的一個 所以非常堅持的一個基本目標嘛 清廉不是嘴巴想想的 清廉要人起蛋 刀起頭落 就是痛下針扁啊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一定會動手的嘛 那我覺得在政治上來講的話 有一個這個部位 一般來說就是說 有一個人是必須要被動手的對象嘛 那個就是柯文哲嘛 因為柯文哲是假貨嘛 那柯文哲的這個台志光的案子 包括他在星光仁壽 他去圖立他的這個副總統 這個星光的這個吳家的案子 包括他菜市場的工程的 檢像工程的案子 都是零零種種 竹盤不及備載 那那麼多的案子 難道辦不出一件嗎 這很簡單的事情 那大家等誰辦 大家等誰辦 等蔣萬安辦 可是你說主動的去把台北 台北市的這些包商 或是這些BOT的廠商的底拔 掏出來送給聯政署 這個事情並不是 或是送給司法機構 這個並不是蔣萬安的所藏嘛 那國民黨的人都 窩囊就窩囊這種地方嘛 對 他們改革沒有人力改革啊 當你用了一個 李四川這種老經驗 這本事很大 然後人脈關係非常好的情況之下 那你朋友太多了嘛 我為什麼敢爆料 你沒有朋友 我沒有朋友嘛 天不怕地不怕 我都敢爆料嘛對不對 下次這個法務部長叫什麼 政府 在明天 他要是落在我手上 我敢不敢爆 我照樣敢爆他嘛對不對 那現在今天 李四川這種人 就國民黨的習性裡面 就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的時候 你事情就不會改革 就變成很多骯髒的事情跑出來 就變成了承襲救治 那這個東西 就變成被柯文哲抓到要害了嘛 柯文哲還敢反過來罵他嘛 對 你看看有沒有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 所有的事情 那賴清德敢嗎 點點滴滴都賴清德放在心裡 賴清德非常清楚 他已經動了啊 他選舉過程 他對掃黑這個事情已經動手了嘛 他的選拔法他已經處理了嘛 所以他已經叫請所有立法委員 要回家看書嘛 不要去卡拉OK嘛 那心靈改革都來了嘛 心靈改革 心靈改革有什麼用啊 法律就有用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的底線 就依法國辦出來對不對 民進黨為什麼會輸掉政權嘛 不是說你今天拿到話語權 你就可以得意洋洋 不可能嘛 因為老百姓老百姓的心啊 是有一個評價的嘛 會讓你輸掉這個選票 把你民進黨推下台的理由 就是你本身腐敗 那賴清德的重新讓民進黨 插亮這個招牌的機會 就是這一次找這個法務部長 來好好的整頓台灣的政治風氣